哈喽 各位同学好 我是总统老师 David老师 今天还是要延续我们的课程 在上一堂课 我们把AI或U配上了 AS的一个发音的形式 都把它实际的我们来操作了一遍 利用自然评录 悲哲 那今天一样 我们知道 AS AS 它是一个voiceless consonant 无声的止音 或无声的辅音 那我们知道它的颠倒的opposite the opposite of S 那我们就承担就是Z 也就是无声的S 变成有声的什么 Z Z Z 因此我们在这个声词中 我们来看看 我单独找一个Z出来 有没有发现在老师的 音数卡片来说 单独一个Z 在尾音是不太容易出来的 除非是 我们拿出一个这个首音的Z放过来 因此我们来试试看 在单音节的声词中 是不是Z 确实找不到呢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就来找AZ 有没有发现找不到有AZE 那我们再找EZ 没有 没有 那我们再找 IZ 有IZE 没有IZ 以及我们讲的AEI OZ 也发现了 所以也找到有OZE 没有OZ 或者我们讲UZ 有没有发现有UZZ 但是没有U 单独一个UZ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我们单独一个Z 不能形成字的话 我们找出ZZ这个组合 所以我们现在看AZZ 我们可以发现 它就有办法找到生词了 所以你会发现 单独那个Z 是不太容易找到的 透过老师的因数卡 我们可以找到ZZ的一个选择 ZZ double Z的一个组合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它的一个发音型是AZZ 我们就念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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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单独一个不行 两个我们就有办法 所以这时候我们找出J 我们找出手音 J A Z Z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 它的发音就是 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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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一个拼读的一个概念 一个Z不行 两个Z就可以 J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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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单独两个Z 有办法形成一个声词 所以两个Z 挡住了A的一个出路 所以A移不到最后面 不是最后一个字母 这时候形成了closed syllable 关闭音节 关闭音节 所以关闭音节在字母 变得之后closed syllable 因此它是short vowel short vowel 所以我们AZZ 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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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关闭音节 短母音短圆音的一个发音的形式 配上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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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生词找不到 所以说我看z这个组合 比较难找到生词 我看看izz有没有呢 同样izz我们又有一个生词 也是念is 所以我们找到i了 然后我们来把母音 或者叫原音 i把它拿出来 所以当我们把i 替换到zz的时候我们就念 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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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念a a i念i i 所以如果我们生词配合 Izz我们找出一个 手音f 我们就念fees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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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来 来练习一下 那再来我们试试看 Ozz有没有这样的生词呢 也没有 那我们来找最后的生词 Uzz有没有这样的组合呢 一样有生词 有没有这样的组合 我们今天就把zz这个组合 把它配合的一些生词找出来 来大家做一个练习 所以我们来看看 Ozz 最后一个Uzz 我来等一下 把Uzz给拿出来 Uzz 我们是念什么呢 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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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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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